大家好,回到東網視頻師Face Show,我是奇哥 繼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後,德國海軍護衛艦巴佛利亞號日前出發前往西太平洋海域 在該國事隔20年再次通過南海 不認不認還須認,雖然德方刻意淡化今次軍事行動反華色彩 總理默克爾向中方承諾巴佛利亞號不會穿行台灣海峽 還提出順道訪問上海 但亦有德國官員對外表示 德方不會接受中方對南海的領土主張 巴佛利亞號亦準備好應付各種情況 包括解放軍軍艦尾徐和戰機低飛靠近 德國反對派更加點名 去印太地區派遣軍艦對穩定該地區安全局勢並無幫助 迅速迎合美國反華政策的軍事附和 沒錯,有分析就形容 德國考慮到中國是最重要貿易夥伴 所以刻意在安全和經濟利益之間尋求平衡 例如今次派軍艦行動盡量避免刺激中國 當然奇哥我所說 這種做法,講得好聽點就是務實主義 講得難聽點,就兩面派 企圖著數就領盡既要讚人仔 又不想得罪大佬美光 更想立了所謂民主國家的優越感道德光環 實行三邊通吃 大家不要看默克爾和馬克龍兩位開口埋口 歐洲要走自己的路 不做山姆大叔認聲蟲 特別是默克爾 推動中歐投資協定不為餘力 甚至呼籲西方國家 將中國納入多邊體系平等對待 而不是阻撓排擠 以免形成冷戰式的兩極化全球秩序 但別以為上實說話只是說給中國聽 其實更加是說給美國人聽 前台詞就是 我們不會無條件幫你手反中 要我們加入就要有更多的誘因 講得逐點就是調高來賣 而這一招果然臭效 拜登政府放棄多年以來破壞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工程的努力 就是默克爾的一大勝利 當然不出來走,如果要橫 德國今次加入在南海搞國的西方陣營 就是以實際行動向美國佬頭髮暴力 可能有人問為何德國人又不怕中國報復呢? 很簡單 天跌下來,有高佬頂著 論反華嘴唸之惡劣 緊跟美國佬指揮彭之醜態 還有澳洲、英國、加拿大等一大堆國家 北京要開刀都找了他們先 只要德國不要做到那麼過分 適當時扮下中立 自然可以繼續三面通邪 德國老算死草,表面看正甩尾 實際上必須建基是一個基礎之上 就是中國無能力同時對多國進行反制 事實就是中國禁澳洲龍蝦和煤炭入口 當堂搞到對方叫苦連天 反華總理莫里森承受巨大壓力 不少政界人士呼籲 坎培拉調整外交政策 減少與美國接觸 同樣道理 德國以出口為主導 其中汽車工業對中國依賴猶心 乃是全球最大增長來源 大眾汽車CEO迪斯就說 如果該公司撤出中國 兩萬個德國工程師 立即有一半失業 試試中國禁止德國汽車入口 一到兩年之後 看看下果是怎樣 不怕德國人不就範 至於法國 不理是紅酒 化妝品還是奢侈品 全部離不開中國市場 一旦被中國制裁 高爐紅雞都要變首師雞 莫說美國的年輕人頂不順中國制裁 沙母大叔本身都吃不了兜著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一個現象 美國高官數有 正義優則商的傳統 退休之後 很多都轉任跨國公司高層找真銀 唯獨商界出身的特朗普 內閣官員成為例外 包括肥捧等人 只能屈尊加入智庫組織 哼,鬼咩 特朗普政府 很多高官都上了中國的制裁名單 變間跨國大企業地和自己一盤生意作對 耳用這班人呢? 今時不同話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市場 經濟總量超越美國 亦都只是時間問題 加上配備完整產業鏈 正是內循環已經可以自給自足 華虎又華虎叫囂和中國脫歐 美歐商界又美歐商界大唱反調 就是這樣 始終都是這句 外國要和中國做生意 中國人崇尚和氣生財 無任歡迎 但前提一定是 國與國之間 互相尊重 否則一切面談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大家覺得是like搞錯 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趕走